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对高雄的承诺不骗 我们的桥头科学园区一定会成功 跟我们的陆族科学园区 还有我们台南科学园区 我们在沙伦也有一个沙伦科学园区 这整个连起来 就是我们南部的高科技狼带 也就是说 我们要把我们的南北平衡 把我们先进的产业带到我们高雄 让我们高雄变成下一个世代高科技集中的中心 大家说好不好 我们浅建 现在设计图已经完成 大家都知道最困难一定是设计图 你设计完了就表示 你知道怎么造这个浅建 这个是从蒋介石当总统以来的 历届总统的梦想 就是台湾人会造浅建 这个历经我们三年的努力 而且克服很多很多的困难 很多人也唱衰我们 很多人也攻击我们 还有很多人也想抹黑我们 可是历经三年的努力 设计图已经完成了 厂房已经开工了 我们再过几年 就有一艘我们自己制造的浅建 海军的各式各样的舰艇 还有我们海巡署各式各样的舰艇 将来我们有将近两百艘的大小舰艇要造 所以我们的造船业将来的十年 都不要怕没有订单 换句话说 我们高雄的造船产业真的要发了 大家说好不好 很多人批评我 他说你为什么那么傻呢 你为什么不会留给下一任 或者你第二任再做呢 我跟各位讲第二任就来不及了 为什么 军人年金2019年就会破产的 我还能等吗 年金这件事情是你越早做 你的改革冲击越小 你越晚做 你的冲击会越大 国家必须要投入财政的资源越多 你可以想象在晚四年 国家要多好几千亿的负担 受到影响的现在在领年金的人 他们被减少的年金的数额会更大 所以任何负责任的人都知道 越早做越好 承担改革的压力 蔡英文可以受伤 但是台湾是不能受伤的 大家说对不对 为什么在中美贸易冲突的情况下 台商要回来 很多的外商也转进到台湾来 为什么 因为道理很简单 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地方 我们保护智慧财产权 我们法治基础健全 还有政府有决心来帮助投资者 克服所有的困难 我们本来预定的目标 今年是回来2500亿 可是到5月的上半个月 我们就达到目标了 我们那个经济部长欧利桑 他5月上半个月就达标以后 他就很得意的跑来问总统说 我已经达成目标 那你今年究竟目标要多少呢 我就给他加了一倍 说5000亿好不好 欧利桑说好耶 所以我们目标是5000亿 台商回来 我们从三月底 到三月底 对美国出口成长是19.4% 刚才我也偷偷听到 琴麦在讲 经济成长率的预测 是加州四小人之首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同意 台湾的总体经济的环境最稳定 换句话说你外面怎么冲击它 它的整体的强韧度 台湾经济的强韧度是很强的 外面有冲击 但是它能够撑得住这个冲击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从2016年开始 我们不断地增加台湾的内需 用台湾的内需 去支撑住台湾的经济成长 出口有时候高有时候低 但出口低的时候 我们是用内需撑住了台湾的经济的成长 所以现在台湾的经济成长 以前都靠出口 现在是有两个引擎 一个是出口 一个是内需 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也是内需 我们做长照2.0 也是内需 所以我们用种种的内需 撑住了台湾的经济发展 所以当中美贸易战开始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没有错 国际市场是有波动 台湾的出口也受到影响 但是台湾的经济成长的动能 还是维持住了 台湾的经济的坚韧度 在我们三年执政以后 是非常强的 也非常坚韧的一个经济体 我要谢谢我们的院长 很有魄力的 守住了台湾的好茶 很多人也很怕一件事 你在至今区 会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 就是中国的商品到这里 转化一下 有时候甚至把标签换一换 就出去 就变成台湾货了 这对台湾的伤害 其实是蛮大的 所以我们的行政院很快的 就提出了法律的修法 就是这个叫做洗产地 就是把中国的产地 把它洗一洗 变成台湾的产地的产品 我们这个额度 罚款的额度提高十倍到三百万 我们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发展离岸风电 全球最好的风场在哪里 就是彰化外海 就是苗栗彰化的外海 是全球最好的风场 那我们现在国家有个计划 也就是2025年再生能源 我们要占20% 这个是欧洲的厂商 它的投资已经开始了 那它的这个风机的叶片 已经运到台湾了 在港口 过去准备在台湾投资 1600亿 它会把台湾作为整个亚洲的 它们的离岸风电的基地 换句话说 它做完台湾了 它就会去到东南亚 亚洲的所有地方 它以台湾做基地 那这一点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它们会把水下基础制造的基地 放在这里 很多都是高雄 由中钢带队的一个团队在做 所以我们有十几家高雄的厂商 由中钢台船带队的一个国家级的团队 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将来高雄会是亚洲最大的水下制造的基地 那这个不仅是攻击我们将来的需要 也是服务整个亚洲的一个需求 卧序只是第一个投资案 后面还有其他的投资 我们预计总会进入到 这个彰化的离岸风电的投资要进造 这个不是只有制造 还有服务的 那所以我们将来高雄 这个叫做发大财 大家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吗 喜欢的话 请订阅 并且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那我们会释出更多的 独家内容的影片 敬请期待